紅茶店門口貼出公告 老闆表示 他們已經申請商標專利 跟黑糖口味專利 別家商店不可以賣 同樣口味的商品 否則就是處罰 我有什麼損失 他們就要陪我 上午店家營業時間還沒到 門口就有不少民眾排隊 等著買紅茶 而店家為了保護自己的商標跟產品 大動作公告已經申請專利 如果其他業者賣相同口味的產品 所得都將歸他們所有 對此民眾怎麼看 別人還是招賣他的 他也告不了別人 就是這樣子 他只是 我是覺得一個噱頭而已 外面做黑糖的也很多 對啊 所以要怎麼說 雖然夜省還在申請專利中 但法界人士認為 如果用信氏招牌申請專利 除非商品已經相當有名 具有一定的辨識度 申請專利才能過關 另外用黑糖口味申請專利 因為黑糖屬於通用詞 申請成功的機會不大 我是強調我們的黑糖喝起來 它那種味道 黑糖味就是很重 還有焦香味也很重 別人家可能沒辦法做出這樣的味道來 這家從台南紅到台中的紅茶店 有民眾曾經排隊等了五個小時 才買到傳說中的黑糖口味紅茶 法界人士認為 業者如果要主張專利 就應該要出示專利核准的字號 否則很難控告其他業者侵權 不過紅茶口味專利權再度引發話題 反倒成了另類促銷 記者李孟章 黃總盈 台中報導 每個小時都要找到 每個小時都要趕快